与情人相处最忌惮的三件事都清楚又很快忘了 情人现象似乎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 情人的感情是婚姻的弥补 情人是朋友的一种也可以算是恋人 可是要想走的眼就必须拿捏好分寸掌握好尺度 首先我们要明白情人永远是情人 必须对情人从几个方面长远考虑 第一安分守己不要试图介入对方的家庭 不要以为自己遇到的就是真的爱情 大多数的情人是不会为对方心意放弃家庭的 所以必须要懂得安分守己 最好不要做出越轨的行为 守住自己家庭这到最后的防线 不然你很可能撕了家庭 你的情人也不会和你重组家庭 你成孤家寡人得不藏私 第二保持距离 情人永远不是恋人 如果你想和情人关系长久的话 记住不该问的不要问 不要试图打探对方家庭 老婆永远是老婆 情人永远是情人 不要妄想把情人变成老婆 如果对方知道了你的这个想法 那么我想你们的情人关系已经走到头了 你要知道你们在一起 不为未来 不为责任 不为明天 就图快乐 适当保持距离 这样才能保持双方的吸引力 同时也不会牵扯责任 所以情人予若即若离 第三相互独立 情人之间最大的默契就是独立 随时做好分开的准备 情人间最好不要有共同的财产 就算是送礼物也不要有过多的意义 要知道你们不是真正的恋人 只是因为某种情感需要 生理需要走在一起的独立个体 你们没有明天 见不得光 不要妄想把对方据为己有 不要依赖对方 要以自己的生活为中心 更不要过度的介入对方的生活 要知道游戏规则 如果你被离婚 也不要对方纠缠不休 那是无赖行为 有句话说 玩不起就不要玩 既然完了就该承担后果 如果对方感到累的时候 也就是说再见的时候 要知道对方只不过是生活的补助 永远不可能变成生活的一部分 最后奉劝大家 最好不要有情人 和情人相处 这本身就是背叛家庭 也是违背道德 多半一个畏财 一个畏赦 还极有可能导致家庭破裂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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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